誰說足球一定要十一個人才能踢 誰說足球一定要室外才能踢 五人制足球顧名思義 兩邊只要五個人即可開踢 人數根本不到原來的一對 而且因為場地需求都精簡了 室內就能隨時踢起來 讓你不用學蘿莉隨時問天 這一集就來帶你看看 台灣五人制足球的發展情形 共勉之 GO 這邊最近剛下雨 對剛下完雨 最近颱風 以前如果有颱風啊什麼的 河濱公園的球場啊 足球場啊 全部都淹到那個 兩公尺高 台風天王要打球之後 都要等個幾個月之後才能打 YO 強哥 YO 阿美你怎麼在這裡 YO 我今天來找你乾一杯 YO 乾杯了嗎 所以我們現在喝高粱 你是金門人嘛 我是金門人 所以我們現在你有帶高粱來 不是 高粱晚一點 但因為我知道你今天其實你剛 想說要找一個可以室內運動的地方 有高粱我們就不用室 沒有 今天我就要介紹你一個新的運動 足球嗎 足球 足球不是都在外面 沒有 最近其實就發展出一個新興的 就是五人制的足球 它是可以不受天氣的限制 它是在室內踢的足球 真的嗎 真的 但我覺得我們還是先喝高粱 沒有 我跟你講 強哥 我們先踢完 代謝之後 晚上可以喝比較多 晚上嗎 對 晚上可以喝比較多 你確定嗎 確定 好好好 我們現在先運動 好不好 進去運動 OK 強哥 歡迎光臨 給你介紹一下 什麼就是我們 中華五人制男足的訓練場地 原來足球真的也是可以在室內打 對 而且因為就是在室內的關係 它比較小 所以啊 其實 它的人數也不用那麼多 不用一整隊11個 10個人就夠了 所以它不管場地啊 或者是人數啊 都其實相對友善 所以現在其實在台灣也越來越多 就是大朋友小朋友 越來越多人從事這個運動 所以小朋友來踢這個其實也滿適合的 因為他們的體力啊什麼都還沒 室內就可以練習 也不用管天氣嘛 對 台灣颱風那麼多 對啊 颱風那麼多 那些一吹 你看那個草皮有時候就壞掉 就軟軟的 對啊 就軟軟的 不是打棒球了嗎 怎麼知道這麼多 不是 你知道嗎 我現在就是一個全職的運動員 所以 當然 我現在什麼運動都會涉獵一下 而且我現在沒事在家裡 會研究五人制的那個規則啊 就是打開 中華足球的頻道 CTFA的TV 去看它很多聯賽的那個賽事都會在上面 而且看的時候才發現 台灣有比我想像中還多的聯賽可以看 以前就覺得 台灣好像人家說什麼是什麼 足球沙漠 對啊 就是這個名號 可是你看之後發現 其實選擇很多 而且從事這個運動的人口不少 我們是足球綠洲 對 其實我們是足球綠洲 不是沙漠 是綠洲 我們在沙漠裡面的綠洲 沒錯 你在現在全民心運動會 你也是很多朋友嗎 還行啦 我就是愛交朋友啦 你也是有分打 我 沒有沒有 打 都不在 都不在 但我跟你講 我其實就是愛交朋友 所以我認識蠻多人 跟你介紹一下 這傑也是我的朋友 我們去跟他們打個招呼 是呀 走 足球干一杯 足球小常識 請問五人制足球裡面 上下半場各式多久的時間呢 請作答 3 2 1 上下半場各式20分鐘 只是一般足球的一半時間而已 看久就會少喝好幾杯 所以 現在就乾杯 乾杯 強哥你看 這個五人制因為場地很小 所以他攻手交換非常快 跟11人制不一樣 嗯 節奏很快 對 就相對來說很刺激耶 對啊 我覺得這個很適合打發時間 因為下午時間要看節奏很快 還蠻棒的 確定只是打發時間嗎 要不要體驗看看啊 體驗嗎 當然沒問題啊 阿美 交給你了 我 你全明星運動會 你明信 欸那 沒有你也是明星啊 不然強哥我們就一起去體驗 一起嗎 別說那麼多 兩個一起來吧 我們再補你們三個就可以打比賽了 真的嗎 我足球經驗0哦 沒關係 這個比鬥牛還好球 走啦 足球經驗0 走 走 停是要怎麼停啊 沒有是踩柱嗎 沒有就是腳 放著這樣跳 哦 就看著那個球 然後慢慢停 會用我們的 那邊前腳倒這個 對 然後會拉一個橫向 遇到體驗的時候 你會 很像的拉球 踩住 拉出去 擋住 踩住 這樣情況有點 沒有想到很快 不想小聲 拉 拉不夠 好再一次 球 這麗花兄弟 變 好可以拉 對 對對對 對對對 哎 射門的點 如果我們現在要射直線 那就是會射在 好的面上 如果用腳尖 那你不直接 戳 往上 超強 要什麼 你不要 不要那麼大力 我看看 好 來 好強哦 再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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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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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沒熱身 那我最後一球就好了 那就八分力哦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謝謝大家 辛苦了 完全沒有辦法 強哥要體驗一下 好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在這邊吧 我們在這邊 在這邊好了 好 好 主審的概念 Fightball 不要緊了 不要緊了 哈哈哈哈 我都用屁喊 哈哈哈哈哈 足球乾一杯 足球小嘗試 重問五輪制足球裡面 場上一共會有幾個人呢 請作答 3 2 1 打 打案是12個人 因為兩隊 一邊共五個人 兩邊各會有兩個裁判 加起來是12個人 數學不會就是不會 現在就乾杯 哦 很累耶 可是 對 可是很好玩 就跟你講很有參與感 對 很有參與感 我現在是不是打完了 我們 回台北 太累了 現在有點太累 太累了 遊戲找個飯店洗澡 但真的很好玩啊 真的很好玩 我覺得這就是 五輪制 五輪制 我覺得五輪制有特別的美麗在 對 欸我們教練 欸教練 教練 教練馬上就換裝 他們剛剛去洗澡對不對 教練洗澡 他們陪台北洗澡 這就是專業球員 對 對 要先洗澡才能受訪 五輪制現在台灣有聯賽嗎 有 像我們 今年剛結束 6 7月的時候剛結束 就是專門的五輪制聯賽 對 五輪制聯賽 那像現在台灣也有 氣甲 氣 然後 木蘭聯賽 然後 青年聯賽 然後加上我們就是 五輪制的 氣贏聯賽 喔你剛才說的那幾個是 11輪制 對對對 然後現在有一個 額外就是獨立 五輪制的聯賽 所以有五輪制 所以有五個聯賽 對 五輪制足球的聯賽有幾隊 目前的話是六隊 六隊 六隊 蠻多的耶 跟中職一樣 比中職多 所以你們是同一隊嗎 我們 你們踢聯賽的時候是同一隊 對 我們今年是同一隊 像我們今年是辦第二屆 那第一屆的時候 我們兩個是不同隊 所以沒有球員交易 台灣有這種就像會籍還是什麼 會有就是球聚的轉會 它會有賽季旗 然後季中 季中轉會 或者是你整個結束 比賽結束之後 教練啊 或是整整球員之間 自己會 就是可能會選擇 自己敲好就好 晚上去吃個飯 吃個飯 敲好就好 吃個球員 這樣嗎 就是可能會因為很多家庭因素啦 對 所以可能會轉會到可能 自己所居住的層次 比較近的地方 對對對 然後加上配合練球 所以其實台灣足球的人口蠻多的嘛 其實從基層開始 基層的小朋友的人數其實就已經 尤其在北部 最近越來越多的感覺 對 越來越多 你可以到那什麼運動公園啊 等等之類 就會看到其實有很多小朋友在踢球 對啊 所以其實應該是能夠 足球應該是能夠一直慢慢的發展 那像台灣踢 五人制的多還是十一人制的多 國小階段的話 其實兩邊都差不多 但是越到國中高中 其實它分流的越來越明顯 因為可能會有稍制化的問題 那就是可能 湊不到人 對湊不到十一個人 對湊不到十一個人 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很多球隊就轉型打五人制這樣子 哦 對 所以重點還是要多勝一點 真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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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比賽都在什麼地方 一般比賽 像其實會有每一隊的組場 像我們有桃園巨蛋 苗栗巨蛋 然後台體的體育館 然後以及無縫 所以這六支球隊 其實是分佈在台灣的 就是你這樣 對對對 我們會有一個FB 它有一個五人制聯賽的FB 它會負責就是 PO出我們的相關資訊 轉播的話會在YouTube上面進行轉播這樣 然後像我們這兩年的冠軍球隊 就是夾翼天晴 我剛才下面有看到 對對對 有陽光的地方就有天晴 真的假的 你是真的有看到嗎 樓下有海報啊 你講這句感覺很像是什麼 偶像劇的那個 它的海報上面就寫 有陽光的地方就有天晴 真的假的 天晴足球隊 歡迎你的假路 大家大家拍這個照片 像我們俱樂部 有一個教練 他就是天晴的射手 就是 他是上一屆的射手 金靴獎 金靴獎 原來也是金靴獎 對 他上一屆在天晴 然後像因為 讀書的關係 然後他就到台北 我剛剛接金靴獎的球 難怪我現在覺得手痛痛 有那個威力在 正常 因為剛剛有隻金色的靴子 對 所以以前是沒有聯賽的嗎 對 以前沒有聯賽 有聯賽的感覺 不一樣 我覺得當球員是幸福的一件事情 你踢了那麼久之後 然後你其實都沒有舞台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那你現在有舞台 其實對現役的也好 或者是 他可能已經算半退役的人來說 就是 第一個他可以 找回他的熱情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像現役的國家隊的話 他可以就是 用這些比賽 來調整自己的比賽強度 對 跟他自己身體的能力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 對我們來說 有幫助非常的大 總之這麼多聯賽 可以這樣繼續打下來 就希望我們球員在 接下來在各個地方 或在世界上 都可以發光發熱 對 你們接下來要去 出國 要出國比賽對不對 當然要去 科威特 科威特 對 亞洲杯會聯賽 亞洲杯的五人制 我們上次在馬來西亞成功晉級 就是資格賽 那現在 9月27 到10月8號 要去科威特 希望可以有轉播 我很想看 很想看 對對對 大家一起來為中華隊加油 加油 希望大家能夠為我們加油 一定要為你們加油 一定要為你們加油 期待教練們的好消息 對 然後那個 阿美 全明星加油 明星賽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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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有好消息 我的話就不用了 在家喝酒 乾杯 看大家的表現 好的 五人制足球 中華隊 加油 我今天踢完這樣一整場 真的熱血起來 我覺得我的實力 這樣我是不是可以參加下一屆的全明星運動會 阿美你覺得咧 人咧 人咧 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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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上車了 阿美 足球乾一杯 足球小嘗試 請問五人制足球 你們有月位嗎 請作答 3 2 1 說兩 içer 賺 Thirty 當然沒有阿 場地那麼小要躍什麼位阿 輸你的頭阿 乾杯 第一手 小學三連級 國小二年級 國小二年級 有所以有人接乎四公斜 每個部份 攻守轉換還有戰術跑位 可以一直封到球 這上球還是 spin 有玩 pitcher 他就玩isse blir 我比較喜歡asser 練球還是葉降业 好好說 我喜歡練球 因為練球可以跟隊友一起玩在一起 所以就一個人而已 喜歡進攻還是防守 進攻 大家都喜歡進球的感覺吧 喜歡進攻 因為我不喜歡防守 右腳還是右腳 右腳 兩隻腳都很喜歡 我也不知道哪隻腳比較厲害 喜歡十二門還是自由球 應該是六公尺 自由球吧 因為踢自由球的時候 會有很多的戰術配合 踢到什麼時候 踢到限時允許的時候 踢到死吧 他怎麼在練櫻木花那種招式 因為他應該是剛加入這個籃球隊 籃球的姿勢 對 籃球的姿勢 所以我們今天不是五爺姿勢嗎 最好是我們可以一起練 跟著一起練 根本跟不上 不要開玩笑 根本跟不上好不好 就不是在開我們玩笑 是在開他們玩笑 如果我們一起練的話 我們做那個就直接扭到 而且很奇怪 直接進鼓從那邊跑出來 就如果是媽媽對小孩的話就虐擋 哈哈哈哈 建築石球不然就沒飯吃 建築石球才有卡通看 對 像他們 沒有 他們連充訓拿 訓練用具的速度 都比我們快啊 哈哈哈哈 我的機會來了 我的機會來了 機會來了 可運不可求 可運不可求 我有停 我有停住 他剛剛是從這樣上來的 我有停住 並沒有 這個要用哦 哈哈哈 有一個人 超級推出的 還有一個人 中彩 之二 好像沒有 這就是